当然你做法上面 这个都是可以变化的 我是觉得主要就是说 你要了解城市 哪些地方可以更改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颜色都一样 比如说你做完这地方 假的这地方我输入 输入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甘测图 它这个格子都一样 那如果我再做下一次 下一次的这个日期的话 比如换一下 换一下随便 这个几天输入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是每一次 就是每一个工作名称 就会给一个 这个颜色 那颜色部分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这个区域的颜色 每一个格子都不一样的话 那其实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做法 假如说你要跟199页上面 显示的一样的话 那其实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改哪里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填上日期的 填上颜色的地方 那你可以把这一行程式怎么样呢 把它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个的上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呢 颜色只取一个 那当然你回圈跑完 全部颜色都一样 可是如果你希望每一个格子都不一样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行 搬到这一个 internal color的这个上方 那不是放在for上方 是放在internal的这个color的上方 那你会发现 它每一跑一次呢 它就会重新取颜色出来 并且给internal OK 那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我再换一个 这个地方 假如我再输入一次 那各位可以看到 每一次的颜色呢 都不一样 每一次的颜色都不一样 所以呢 你放程式放哪个地方 其实结果就会有不一样 OK 那这个地方主要是决定颜色的方式 这个是乱数产生颜色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完成这个地方的设计之后的话 那如果要把这里面的相关的资料清除 那我这边有撰写了一个程式 按下清除之后 后面的所有的东西通通清除掉 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这个范围之内的 还有另外还有这个z1里面的词 也要把它归零 否则的话下一次呢 它这个值就不正确了 那这里的话呢 我把这个地方清除 给我这个地方 把它组绒来看一下 那需要清除哪些呢 我在这边设个中段 你按一个清除 程式停在这里 那清除的流程 我这边大概也写一些注解 第一步的话呢 我切换到跟这个图表 切过来 切到那个Shit2.select select之后的话 我要做哪些动作呢 接下来 再来就是 我可以游标放在 A2的位置 然后再按什么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那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 它 我这个是利用路程式 路程式 路程式的方式 取得的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选取起来 其实这个地方 就是利用什么呢 其实就是利用 Ctrl Shift加一个End Ctrl Shift加End Ctrl Shift加End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范围里面有资料的部分呢 帮我把它 这个选取起来 选取起来之后呢 再做什么动作呢 再做那个Selection 这个Selection 点Clear 就是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把它清除掉 OK 那我按F8 把资料删除 删除之后呢 再来就是要把那个Z1里面的资 那Z1里面的资 现在呢 当然它绝对不是零 如果你不归零的话 那下一次呢 它就一直又往后跑 所以这里的话 把它归零 归零之后的话呢 再切回到这个Shit1 切回来 那这样的话呢 使用者呢 就可以继续再把资料 做那个形成规划 OK 那最后还有一个检释 这个检释也比较容易一点呢 检释里面点下去之后 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切到干特图 并且把游标放在A2 那这个地方切换的方法 也非常简单 实际上就是 就两行嘛 训续2.select 然后呢 rangeA2.select 所以呢 我这地方 假设我在界面这地方 点它一下 现在是中断模式 有办法 这个黄色 那必须把它停掉 切过去的话 按下去 它就切过去之后呢 并且把游标放在A2 就完成这一题的练习 这一题练习 那当然呢 这一题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们的相关的 你会发现呢 界面上面呢 都是放在这个 所谓的工作表里面 不过 这样的方式其实 好不好的 其实不太好了 要是我来做的话 我会把它写在哪里 其实我会把它写在 表单里面 你们前面 我们做了蛮多的 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输入 除了说可以放在 工作表里面 其实各位也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 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表单 你也可以把 这相关的讯息 放在表单里面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怎么做 我想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谢谢大家